哇 有沒有看到 在背後 竟然就是 晴空塔 今天要看的房子 不得了 很漂亮的這個清水某的建築 那種工業風 然後很舒服 很文青的感覺 它後面 直接就是晴空塔 哇 這個採光很好耶 你看到它這個檯面很深 貓咪窩在這裡 就覺得很溫馨 有一種歲月靜豪的感覺 大家常常會看到那種小小的 東京的這種小公寓 就是左邊一戶 右邊一戶 所以它有點像是真實版的 純情房東俏房客 大家好 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今天的就是要看房 東京天 今天要看的房子 不得了 是在墨田區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墨田區的房子 會先想到什麼 首先先跟大家講 我們要看的是我們後面的這一棟 很漂亮的這個清水某的建築 還有一大賣點 來 我們鏡頭一轉 有沒有看到 哇塞 它後面 直接就是晴空塔 第一次看到房子離晴空塔這麼近 晴空塔我有來過幾次 但是都是直接可能搭車就走去晴空塔 沒有來到它附近的這個住宅 我們要看的這個物件 直接就在晴空塔旁邊 今天特別請到在這次拍攝當中 也幫助我們很多的一位朋友 來跟我們介紹 讓我們掌聲 歡迎這個開城諸事會社的班迪先生 耶 班迪你好 你好 我是班迪 在東京從事不動產職業 班迪是上海人 對對對我是上海人 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後面這個聽說是一整棟要出售 對對對 它這個房子是在東京的墨田區 前空塔腳下 然後一共388平米的建築面積 未來是可以做酒店嘛 先問一個世俗的問題 所以要賣多少錢 它又賣4億2千塊這個 4億2千萬 那這樣你們的表面投包率好嗎 還不錯 所以是可能5-6%左右 對對對 如果是說酒店的話 可能會再更高一些 接下來要問另外一個問題是 因為墨田區的房子是我們第一次來看 墨田區在整個東京二三區的定位是怎麼看 墨田區的話可能比較適合來往的遊客居住 墨田區的最大特色就是有 晴空塔、兩國國際館跟江戶東京博物館 而墨田區也有知名的夏亭街區 散發著昭和風格的傳統日本街廓 在這邊也有許多老東京人居住 這次我們拍攝的物件 位於墨田區的葉平 它距離壓上站走路只要4分鐘 而壓上站又是一個可以直達成田機場與羽田機場 是一個匯集多條地鐵的大站 交通十分便利 該物件走路4分鐘也可以到達晴空塔 晴空塔別名東京天空樹 樓高634公尺 是世界第一高塔 也是世界第二高人工構造物 僅次哈里發塔 晴空塔的低頭層也有數百間的商店 值得一提的是周杰倫說好不哭 MV中出現的晴空塔背景拍攝地點 也在我們這次看望附近 因為晴空塔我很喜歡很漂亮 結果他們說東京人說窮人才看晴空塔 那我還是真的還比較喜歡東京塔一些 為什麼這樣講是因為墨田區比較便宜 對 房價算沒有特別貴 對 但是如果你要看到東京塔 你就要買到港區 對 那港區就不對了 非常貴 港區就很貴 所以不是這邊進去嗎 它已經租掉了 蛤租掉 這不是整棟在賣嗎 因為一樓是可以做一個店鋪 所以這就直接租掉了 所以是說它這個買的人是帶著租約一起賣 帶著租約 所以有另外一個入口 我們去看其他房間 對還有另外一個入口 各位他們這邊是另外一個入口 然後這入口很漂亮 它整棟其實除了做清水膜之外 它連這個走的石道也都是用水泥 然後搭配這個白色的鵝卵石去做的 然後你看它這個 這是什麼入門口 做了一點點木邊的修飾 然後種了一些仙人掌 這仙人掌應該是裝飾 只是仙人掌很搭水泥 就很有那種感覺 很有工業風 然後很舒服很文青的感覺 想問一下班尼先生 這一棟聽說是名設計師設計 對是咱們本間櫃石老師設計的 對 在設計節目上都會出現的 因為我以為想說你們一開始開發這種 要直接賣掉的物件都會做得很標準化 它畢竟在秦桑塔的正下方 所以要請好一點的設計師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 剛剛班尼先生已經給我鑰匙了 這個很酷 它不是用那種磁扣感應 它是實體鑰匙然後轉它就會開門 日本是也很常看到這樣子的設計 對 台灣好像比較少 這樣會更安全一點 真的開了 我們進去看一下 連裡面全部都是清水膜 不過這幾天我們來日本看 發現其實老建築也很多清水膜 其實清水膜在東京是遠比在台北更流行的 就是能見度是更高的 你看喔 它連內部的這個電梯 它也全部都是清水膜 然後去包這一台電梯 喔 這個電梯就比較小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四樓了 然後呢 它四樓當然也是延續都是這個清水膜 其實之前別集有聊過 清水膜它另外一大重點呢 其實你採光或是燈要對 你看它這邊就是會故意打幾盞頂燈 去照射在這個水泥牆面這個材質上 這樣子的話其實才會好看 不然的話採光不夠或是燈不夠 單純清水膜的話很容易會有那種陰森 甚至是有那種凶暗現場的感覺 這個是設計師都有注意到的一個小細節 它這邊其實基地沒有到很大 它一層是兩戶 大家常常會看到那種小小的 東京的這種小公寓 就是左邊一戶 右邊一戶 所以401跟402它的格局是完全一樣的嗎 這兩邊呢 1號和2號是不一樣 1號跟2號不一樣 但是上下都是一樣 所以它這邊就是兩種戶型 從2樓到5樓 2樓到5樓 所以你們在裝潢上 也是每一間都會裝差不多一樣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不過這邊要問一下班底先生是 日本人會在乎4樓這個構成嗎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所以他們4樓的房子不會打折 不會 好啦,那我們進去看一下402 它裡面也是全新裝潢 想問一下班底先生 這裡面的話 它大概是多大 401和402都是30平米 都是30平米 對,它是一個非常大的紋路 它是很大的1R 對 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很大的1R 就是它一進門之後 先來用鞋櫃來判斷這個房間大不大 而且鞋櫃很深耶 前後可以各放一雙鞋 甚至可以放一些雜物啊 包包啊等等的 這個鞋櫃大小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它內部的裝潢就比較溫暖 因為外面清水膜它的工業風水泥感會比較重 會比較冷色掉一點點 但是裡面你可以看到它選用的壁紙啊 選用的這個櫃體就是比較溫暖的顏色 那一進門之後呢 你馬上就會看到它的一個小小的廚房跟浴室 還有廁所 因為空間關係它全部做在一起 而且班底先生有說這邊其實一開始設計是 除了單人出租之外也可以拿來做飯店酒店用對不對 對 不過很特別的是它的這個廚房跟洗手台是有點懸空 正常的廚房 它下面會做一個拉的櫃 但它選擇直接懸空 那你要放東西 就會裸露出來在外面 不過它也有可能是它設計是 日租或者是遊客住 可能這下面不太會放到東西 在空間桿上面裡面也比較不會藏污納購 但是缺點就是如果你要放東西的話 它這邊是裸露在外面的 所以雜物可能會看到 搭了一個小的RH爐 然後跟一個不鏽鋼的洗手台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的搓油煙機 那這邊呢 按照慣例 大家應該知道了 就是廁所 很特別 這個選擇的是一個米色系的米色木門 真的是全新的 這個建案才完工一年還不到對不對 對 這邊有一個全新的免資馬桶 透透的 而且新的一樣是在沖水的時候上面可以有水流出來 其實比較日式的日式的馬桶才會有這個設計 哇這個很漂亮 這邊一樣有流有洗衣機的家 這個洗手台也是有造型的 有一個螺旋型 的確這裡有點像蠻高級的飯店 就是你住在裡面 然後隔壁就是寢空塔 你每天都可以出去觀光啊 或者拍照或者吃飯等等 因為寢空塔下面是一個很大的商場 然後裡面呢 這個大小還不錯 因為我們前面看過的1R或是1K的格局 常常它的浴室是很憋屈很小的 可是它的浴室不只有跟廁所分離之外呢 浴缸大小大家可以看 浴缸大小我覺得 男生腿要打直可能稍微勉強 可是我覺得以30均米來說還可以接受 算是一個蠻完整的一套式的這個衛浴 然後呢 剛剛我們有個地方沒有講是 我以為這個是廁所的小窗戶 結果不是 它其實裡面呢 是瓦斯熱水器 我問他說日本的這個瓦斯熱水器 是不是都放在裡面 因為我們前幾天也有看到放在裡面 但是他說 因為這個房型沒有陽台 不然的話其實平常會放陽台 但是它因為沒有陽台就放在裡面 那為了要修飾它 不要直接看到一個熱水器 他就選擇用這種也是木紋的格柵 但是也不能封死啊 因為它要換氣 所以它就是這樣子 有點半裸露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最主要的這個房間 哇 這個採光很好耶 這個房型雖然不到很大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旅客 或者是一個單身的人 一個人住在這裡的話 這個房間是接近正方形的 它兩面採光 雖然樓層不高 可是因為這一區旁邊也蓋的不高 所以你看我在四樓 可能在三樓就稍微的會被擋到 可是在四樓呢 這邊是完全沒有遮擋 然後在對面呢 它是零路 所以它也沒有遮擋 所以整個採光是很亮很舒服的 然後它在室內呢 全部也是做長條形的 木紋的這個地板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床的位置 可能會在這裡 或者在 或者過來一點點 可能沒辦法放電視啊 可以放個電腦桌 但放電視的話 就可能沒辦法放到太大 假設它是常住在這裡 它不是旅客的話 租個一兩年的話呢 可能這邊放一張床 然後這邊可以放電腦 然後這邊呢 還有儲物空間 都一些預留都先做好了 這個是一個蠻深的衣� 但說實話 這個衣櫃並不算大 所以住這種房型 在買衣服的時候呢 還是要斷捨立一點點啊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淺的櫃子 然後它是一個展示櫃 所以呢 你也可以放一些公仔啊 放一些書啊 什麼的 在這邊 我覺得一個人住餐有餘餘啊 然後如果是旅客住的話 也會很舒服 特別的點就是 它除了整棟蓋好要賣之外呢 它也裝潢潢要賣了 優點就是沒有時間成本 一買下來就可以馬上開始出租了 所以它有點像是 真實版的純情房東俏房客 買了之後呢 它就開始租給日本人 我們去看一下其他房型 各位接下來呢 我們是來到另外一邊 因為我們剛剛看的是402 然後他們說 202一路到502 基本上都長一樣 你要長不一樣的話 就是1 所以是我們現在來301看 因為他們這一棟呢 有幾間已經出租出去 所以 只能看還沒有租出去的 剛剛班底有跟我們講說 坪數是一樣的對不對 對 一模一樣 但是為什麼這邊 走道就有開窗戶啊 因為這邊沒有遮擋啊 因為大家可能剛剛沒有看到外面 外面有另外一棟擋住 另外一棟擋住的話 另外一邊它走廊開窗也沒有用 你開窗只會直接貼著另外一棟的牆壁 這一戶比較貴吧 貴2000塊 那我肯定選這一戶了 那肯定啊 不差這2000吧 一頓飯的事情 所以你看它走廊就開了兩扇窗 然後後面有一扇是給房間用的 快速看一下 其實它包括了鞋櫃 廁所 然後幾乎都一樣 因為就同一個建商蓋 所以這邊我們就不特別細講 它這邊平數格局都一樣 差異主要還是在裡面那個房間 因為採光所產生的一些小變化 那剛剛那間我們就覺得採光很好 可是這一間呢 明顯採光又更好 剛剛那間採光是 兩面比較小一點點的這個窗戶 做一個雙面採光 那這一面的採光是一大面 除了這個採光看起來更大的氣線條更俐落之外 它面的是道路 所以也沒有動鋸 非常的敞亮 今天禮拜三 那至少它平日呢 是沒有什麼車子的 所以它這條路不是很潮的馬路 因為我們的氣密窗感覺也蠻好 你們用的是YKKAP耶 YKKAP在日本算是很貴的氣密窗嗎 會比較安全一些 質量比較高 因為對於日本人來說是國產 那對台灣人來說 看到YKKAP就說這個是比較貴的 所以隔音效果應該還不錯 對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日本是法規的關係嗎 它為什麼一定要做這種人線 這個窗戶 那個是防暴 是要防暴 如果地震的話 它不會整個裂看 仔細看 這個不是線 這是鐵絲還是之類的東西 它隔在裡面是嗎 它是因為怕地震的關係 對 所以酒店一切都是要防火防震 這個規格來做 它的規範跟一般的住宅又不太一樣 住宅也有這種規格 對對對 我也有看到 優點就是安全性比較好 那缺點就是會覺得有點不習慣 就是隔了一個人形的線 會有點小別扭 但這個窗戶我很喜歡的點是 如果你是常住在這裡的話 你看它這個檯面很深 所以你可以擺很多東西 貓咪窩在這裡 就覺得很溫馨 雖然說平數不大 可是貓咪在這裡 有一種歲月靜豪的感覺 就覺得很舒服 它當然這面窗戶比較小 這面窗戶是連著跟走廊一樣 就是小型的 但是這三個窗戶就是好蠻多的 所以這個戶型呢 他們說會貴2000塊 因為今天一樓已經租出去 不能看 然後呢 它雖然說有好幾間空屋 但就兩種戶型而已 所以我想說就各開一邊 給大家看 我們去頂樓看一下它的view 長什麼樣子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頂樓 如果一次花4億2000萬 把這整棟買下來的話 就送這個頂樓 除了曬衣服之外呢 最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在我後面 各位觀眾 有沒有看到 在背後 竟然就是 晴空塔 雖然說剛剛在一樓看到 已經很震撼了 可是你來到頂樓看之後 就覺得 如果說 東京的窮人 看的是晴空塔的話 那我也很開心 在這邊呢 就是每天可以上來啊 脫脫氣啊 滑個手機 發個呆 我不知道能不能烤肉 但是就是有一個 自己的空間 那當然樓層沒有很高 所以也不能到太吵鬧 可是呢 肉也看得出來 我們彼此沒有動具啊 所以吃飯圍內的建築物 短時間內應該也不會蓋上來 而且他們說這一整區好像都有限高 都不太能太高 它不太會被擋住的情況下 你可以長時間的擁有晴空塔的view 那它是對稱的 它除了這邊有一個這個很大的頂樓之外 對面也有 因為就跟我們前面介紹的一樣 401跟402這樣彼此對稱 正樓上也是這樣子彼此對稱的 因為這個物件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財力是不夠能買的 我自己財力也不夠啦 只是跟大家講說 在日本很流行在投資上面 會直接開發商蓋好一棟 這樣四層樓五層樓 裡面每一間都裝好 你隨時可以每一間都出租出去 或者是做成酒店 然後這樣直接賣給那些有錢人 但是我剛剛算了一下 他們的那個投報率 如果只是出租的話 我們一間房間抓12萬到13萬左右的話 八間罰間加一樓的店鋪 他們表面投報率只有大概3.88% 以不到4%來說相對的投報率是比較低的 他們說投報率要高的話 還是要做成飯店 就他們所有酒店啦 你要拼每日都出租出去 那就有一個管理上的問題在 在買上面我覺得水還是很深 感謝班提先生 讓我們看這棟大樓 因為這棟大樓不管是在位置 可以直接看晴空塔這麼近之外 重點是全新的 就是全新的那個清水模 這個外觀大家內裝 其實我覺得很好看 可是它還是符合我們前面講的 你今天要投報率高的物件 你可能還是要買老一點點的房子 你買這種全新的大樓優點是全新 缺點是造價一定也是比較貴 我覺得也很好 也示範了一下說要花多少錢 才能成為這個純情房東俏房客裡面的房東 以上是本集的就是要看房東京篇 各位如果還想看什麼樣子的房子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說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